大家早安 今天是全球現場 我們持續帶你來看到的是夏威夷的野火 目前最新的死亡數字已經上升到了93個人 好 其中這個重災區就是最熱鬧的毛伊島上頭的拉海納小鎮 幾乎是全毀被燒成灰燼 當然目前的國民警衛隊都還在持續的救援 好 我們先帶你來看一段這個空拍畫面的前後對比圖 可以看到這是野火來襲之前的對比 好 過去呢真的是度假勝地 藍天碧海在岸邊也停靠了非常多的遊艇 另外呢這個自然景觀是相當的漂亮 但現在對比之下在野火的摧殘之下 度假天堂成了一片廢墟 樹木全被燒毀只剩下黑白兩色 好 目前知道這個夏威夷大火有93個人死亡 那現在大家就要來究責 到底事情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 好 當局目前初步的判斷這個起火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跟強風把電線給吹倒有關係 再加上因為呢這幾年都氣候異常 所以當地的氣候是非常的乾燥 事發之前當地達到80%異常乾旱的程度 也因此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恐怕就是導致野火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 好 現在也有非常多的這個網絡上頭流傳的對比圖 可以看到這個野火發生之前的自然的樣子 跟野火發生之後 好 當地可以說是被燒成廢墟這樣子的對比圖 好 不過現在很多居民就在質疑了 到底為什麼這個火勢會這麼嚴重 有居民就指出了這場火災 好 不只是天災而已 可能這其中還有一些人禍的原因在裡頭 因為有居民就說 這一開始野火發生的時候 警報器根本沒有響 所以導致他們逃生不及 但是呢 這個詳細的原因 當然之後都還要再由警方的進一步釐清 好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 就是這個夏威夷的大火嚴重的受災區 就是當地的旅遊最重要的這個景點 這個城市 小城鎮也是歷史城鎮拉海納 好 當地有非常多的歷史古蹟 包括了百年教堂 還有美國最大的榕樹 跟皇室的遺址 都是遊客到當地去玩 好 要打卡的地方 但是現在這些知名的景點 都被嚴重的大火全部都燒毀了 好 對當地的這個觀光經濟來說 當然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創傷 因為過去呢 每一年 拉海納這個小鎮 每年都可以吸引200萬名的遊客 也是非常倚重觀光經濟的 但現在呢 大火幾乎把整座小鎮燒成了廢墟 那之後這個重建之路恐怕是非常的漫長的 因為現在算一算這經費恐怕得花 超過1763億台幣來重建 好 就是現在呢 就連這個夏威夷當局都警告說 沒必要的話 也都不要來這邊旅行 演出過水星霞的男星傑森摩莫雅他也說了 他是夏威夷檀香山的當地人 他說 現在真的很不適合到毛伊島來旅行 所以非必要的話 還是不要前往當地 那美國總統拜登呢 他其實這幾天是在德拉瓦州這邊來度假的 他也被問到說 好 對於這個夏威夷野火 你會到當地來視察 再進一步的指示要救災調查嗎 拜登表示很快就會啟動調查 並且他本人也有計畫要到當地來勘災 好 目前知道這個夏威夷野火 現在有93個人死亡 這一場野火也可以說是 美國超過百年來最致命的火災 其中我們剛剛提到這個歷史悠久的觀光小鎮 拉海納鎮受災嚴重 好 其實現在野火呢大多的地方都已經被撲滅了 但是很多居民因為在野火當下的時候 就被撤離到其他比較安全的地方 可是野火被撲滅了 其實居民他們第一個想的就是 希望可以回到他們的家園來重建家園 但是卻不得其門而入 好 畫面上你可以看 看到這個是拉海納小鎮對外道路的現場狀況 有大批的車輛排隊就要等待可以進入小鎮 但是居民就痛批了 這管制措施可以說是一團混亂 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到家 好 甚至有人就說了 好 其實呢他們已經排了很多天了 可是等到說要進去小鎮的前一刻 才被告知說 接下來道路還是被封鎖的 當地災後的狀況可以說是非常的混亂 當局現在也出動了巡屍犬來進入災區來搜索 但是因為這個受災的面積非常的大 所以現在尋覓的工作也是非常的漫長 目前這個搜救進度只有到整個範圍 被覆蓋的3%而已 好 另外來看到的是在亞洲這邊 當然我們之前都受到這個卡努颱風的影響 雖然說卡努颱風呢 現在已經減弱為熱帶暴風 但是它帶來的災情還是沒有結束的 卡努颱帶的豪雨 在俄羅斯的遠東地區造成嚴重的水患 包括在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還有北韓接壤的濱海邊疆區 有將近5000棟的建築物遭到水患襲擊 有2000多位的居民被迫緊急撤離 其中在烏蘇里克市這邊的淹水災情 可以說是非常的嚴重 堪稱是10年來最慘 好 其實卡努在上週襲擊了日本 接著就轉向到了朝鮮半島 對當地帶來非常多的災情 迫使世界同軍大陸營 提前拔音也結束活動 這影響範圍之大 可以說是近年來非常少見的 好 就連北韓也受到了影響 因為卡努颱風它是從南韓 這邊一路貫穿整個朝鮮半島 北韓也是罕見的受到颱風的影響 許多的農田都發生了淹水的災情 好 這是根據北韓的官媒朝中社 他們公布的最新的照片 14號這一天呢 這個他們公布的是 金正恩視察災區的畫面 好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金正恩他是視察淹水的農田 並且聽取當地官員的簡報 那另外北韓的官媒 也做出了另一個報導說 上週的時候 金正恩除了視察災區之外 也視察了很多個重要的軍事設施 包括這一處是生產戰術飛彈的工廠 那官媒也指出 金正恩在視察其中一個工廠 他強調之後 大量生產武器的重要性 他也對於最近專注生產戰術飛彈 以及產能有擴充 表達相當滿意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群球現場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道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看肌荷也參選了 挑戰 操作長 在那邊 改成 ? 這次的路會 讓你選擇